原标题 宁波85岁老人放弃治疗尿毒症 45万元遗产捐献助学助老 我百年之后如还有个人余款 首先捐赠海区贫困学生5万元 剩余款全部捐照顾我 关心我的云龙福利中心 宁波山患尿毒症的85岁孤寡老人 冯伟良在弥留之际写下一组 几天后与世长辞 在医生单位领导 福利中心都劝他将存款用于尿毒症 血透治疗以延长生命时 他却执意放弃治疗 并称钱得用到刀口上 去世后老人留下了一辈子的积蓄 近25万元现金 以及依靠42 88平方米的房子 目前该房子市场价值约20万元 11月17日 在老人去世后三个月后 他身前居住的宁波云龙福利中心作为代表 向宁波正海区慈善总会销川分会捐赠5万元 并设立冯伟良助学慈善基金 此外他剩余的近20万元现金和房产 全部捐献给了云龙福利中心 目前房子还没有变建 冯老存款已用于福利中心的食堂和老年活动式改造 我们会把这些钱好好用争取改善更多老人的居住状况 云龙福利中心院长陈立明告诉澎湃新闻 www.spaper.cn 冯伟良出生于1932年 是中时化宁波工程有限公司退休职工 曾有过短暂婚室 没有子女 201 两年他住进云龙福利中心 老人心脏一直不好 今年发现双腿肿胀 走路也困难 七月经医院诊断为尿毒症 陈立明告诉澎湃新闻 在得知病情后 冯老和他交流过多次 一直表达想放弃治疗 把钱捐献出去的医院 陈立明向澎湃新闻介绍 精询问医院 尿毒症患者如果进行血透治疗 可以延长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的生命 他和冯伟良单位的领导多次劝其继续治疗 但冯伟良说 不要再花钱了 我这病治不好了 把钱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 他的退休工资今年刚涨到4000元 平时自己很省 去医院都不肯打车 最多花五元钱 叫一辆三轮车 一个月火食费加住宿费用1000元 剩下的全层起来 陈立明说 责任编辑或愿 责任编辑或愿 责任编辑或愿